上百位台灣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成員 齊聚台北市政府大門 號召民眾升級網路宣誓2.0 除了不酒駕之外 還包括不勸酒、不追酒 懷孕占據酒精 未滿18歲滴酒不沾 希望我們可以帶動 用這個平台去帶動台灣民眾 在宣誓的勇力支持之下 在更多越來越多人宣誓 當然我們是希望到2030年 我們的願景 2030年我們可以達到100萬的宣誓 促進會攜手基北北陶寺縣市政府 酒商和交通團體 除了舉辦五宣誓2.0 同時宣導青年機車安全 畢竟考上駕照跟真實上路是兩回事 鼓勵年輕人考照後 再回駕訓班參加道路安駕訓練 我們鼓勵年輕朋友剛考上駕照 一樣要去接受道路安全的駕訓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跟中央都有補助 所以現在年輕朋友去接受這樣子的 道路安全駕訓是幾乎免費 過去交通以車為本 要求拓寬道路增加車道數 因此壓縮人行道空間 造成輪役族長輩和娃娃車通行不便 北市府特別成立行人安全友善小組 推動機車退出騎樓改善人行道等措施 並借近國外經驗 希望能逐步推動行人友善安全城市 記者游祥亭台北採訪不到